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半导体内部的电流流动 那在半导体里面产生电流的机制 主要会有两种 那一种是drift 就是漂移电流 那一种是diffusion 扩散电流 那漂移电流主要就是你在半导体里面 如果有电场存在的时候 那电场会让宅子加速 那就会产生电流 那另外一个是扩散 如果当宅子的浓度不均匀的时候 那它会由浓度高的地方 往浓度低的地方扩散 那扩散的例子如果带有电子 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形成电流 那在这里为什么称作drift呢 漂移呢 那主要是 一般我们会假设你加的这个电场 并不是说太大 那对它 电子还是电动 它整体的速度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知道 其实在 没有电场的时候 那电子并不是固定在一个位置上面不动的 而是它是以我们称作热速度这样的一个速度 在半导体里面随机的移动 然后它以VTH这样的一个速度在跑 那VTH会随着温度变化而改变的 那一般它大概会是在10的7次方Cm per cm 这样的一个速度 然后它在半导体里面它其实是这样 随机乱跑 但是因为没有电场 所以它的进位移 会等于0 那进位移等于0 所以你得到的电流就等于0 那当我有电场存在的时候 它会对这个速度产生些微的干扰 比如它一样是要随机跑 只是因为有电场的作用 所以它会怎样 会有一个进位移 所以在这里如果是电子 当然就是逆电场 它会有一个进位移 所以这个我们就称作drift 飘移的电流 那如果是在低电场的情形下 那我们假设 这些宅子它的飘移的速度 Velocity会是跟电场成正比 也有Vpdrift就是电动的飘移速度 就是μp再乘以1 也有电动的mobility 再跟电场相乘 那如果是电子的部分 Vndrift是负的μn乘以1 因为电子是带负电 所以它运动的方向 会是跟电场方向相反 所以这里有一个负号 那电子的mobility 跟电动的mobility 两个会差蛮多的 两个不一样 那对一个存值的silicon Intrinsic silicon μp是480cm平方 V秒 那μn是1350cm平方 每伏特秒 所以你可以看到 电子的mobility 会比电动要大很多了 大概多了2点多倍 那因为受到电场运动产生的电流 有Jpdrift 就是对电动来讲 它是等于多少 Qpμp1 以后它主要就是怎样 Qp再乘以v的速度 那速度在这边是μp1 那Jndrift呢 它是负Q乘以n 那速度是负的μn1 因为它是带负电嘛 所以在这里负负得证 所以它得到的电流是Qnμn1 所以Total的电流就会是等于多少 Q再乘以pμp加上nμn再乘以1 这是全部的drift current 那你如果 这应该是current density 那你如果看current就是current density 再乘以面积 就Total的drift current 那A在这里就是它的cost section 这里有没有问题 听得到吗 在这里你看电场的方向是这样 电场往这边走 所以电动带正电 会跟着电场的方向走 所以它产生的电流是往这个方向 那电子呢 会往这边跑 但是它带负电 那带负电往这边跑 你得到的电流怎样 还是往这个方向 所以不管是电子还是电动 它所产生的电流都是怎样 跟电场同方向 好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种形式的ohm电率了 这个호mos电量 这一种原因 member 所以相对的乘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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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吗 就是等于 Q.P. 1μp 加上 nμn 那在这里 Rho 是材料的 resistivity 就是材料的电阻系数 那它的单位是欧姆 每米 那相对的Sigma 跟 resistivity 就 互惠导数了 那这是导电率 还是电导率 那电流密度会是等于电导率再乘以电厂 那这个 J等于Rho 1嘛 那这个就有点像什么 I等于V除以R 以后I是等于G除以R 你的Condativity再乘以电压 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欧姆电律 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欧姆电律 好 那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 Example 1.8 那在这里要求 比如说Egistivity of A 是一个entrinsic silicon 那B的话是P-type silicon with Na 是使得6次方 那假设 Ni是1.5 乘以10的10次方 而且假设forentrinsic silicon μn是这样 那μp呢 是480 μn是1350 那参查的半导体 它的μn是1110 那μp是480 因为你有参查进去 杂质进去 我们讲解离 之后它会变成离子嘛 那这离子对你 电子在电动在经格里面 运作就会有一些作用 所以相对的你可以看到它的 mobility会变低 有参查的半导体 它的迁移率会比较差 因为参查的进去的这些离子 会对你里面运动的这些电子 会有一些作用力 那对entrinsic silicon的 silicon来讲 p等于n等于ni等于1.5乘以10的十次方 好 那在这里他要求 degestivity 电阻率 那degestivity是1除以Q pμp加上μn 所以Zone是等于1除以 Q是1.6乘以10的-19次方 那电子电动都是 浓度都是1.5乘以10的十次方了 那μp是480 μn是1350 好 所以这样算出来是等于2.28乘以10的5次方欧亩公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电阻率算是蛮大的 好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参查的半导体 那参查的半导体 比pp 因为它是na 嘛 所以pp是等于na等于10的16次方 和csn3次方 那 np是等于n1平方除以na 所以是2.25乘以10的4次方 每地方公分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怎样 这个的量就比这个要大很多了 10的16 那这边只有4次方 所以你的 所以你的 rho 是等于1除以q pμp加 nμn 所以是1.6乘10的-19次方 那p是10的16次方 那 μp是400 那n是2.25乘以10的4次方 μn是1110 所以在计算的时候 因为这两个的order差太多了 所以order差那么多 这个你就可以不用算了 那你要算也可以啦 不过 算出来在后面应该大概也显示不出来 因为 这是16次方 这是4次方 那除非你的计算机还是你用电脑算 可能它的位元素过多 那可能还显示得出来 否则 这两个至少差12位嘛 所以你会是小数点后面 12位之后再看到一个数字 所以这个互列调 那它大概就等于怎样 主要宰值的部分 那这样的话得到是1.56欧亩公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怎样 精油参长 你可以怎样 大幅的改变它的导电特性 本来是10的5次方 那现在只有多少 1.56欧 好 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刚才讲的是trip current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diffusion current 那扩散电流主要就是由于载子的分布不均匀的时候 如果它有浓度低度的时候 这样浓度高的地方会往浓度低的地方跑嘛 所以就会这样 因为你跑的粒子带电 那它就会产生电流 好 那我们来看 我如果电动往这边扩散 那往这边扩散相对的电流就是这样 电动带正电嘛 所以扩散方向跟电流的方向是相同的 好 那这个扩散电流会是用这个式来表示 然后它是jp4等于负的qdp 再乘以dpdx 那后面是怎样 电动的t度 那你在这里会有一个负的主要是怎样 因为你看我 如果浓度变少的时候 它会往正x的方向跑 所以在这里会多一个负号 那相对的n呢 因为是带负电 所以那个负号就怎样 不见了 jn是等于qdn dndx 那在这里dp跟dn 是它的扩散系数 一样你不同的宅子 它的扩散系数不一样 它还是当浓度不一 t度 参产浓度不一样的时候 它的扩散系数也不一样 所以dp在这里是 the diffusivity of holes 就是电动的扩散系数 然后dn是电子的扩散系数 然后dn是电子的扩散系数 好,那我们考虑一个silicon棒 那假设它的core concentration的profile 可以用这个式子来表示 它电动浓度的一个分布 p of s写成p0 exponential-x除以lp 所以s变化的情形是这样 那在这里要求在x等于0的时候 它的电动的电流密度是多少 那假设p0是尺的六次方 cn三次方 而且lp是一个micrometer 那在这里的lp 其实就是它的扩散长度 diffusiveness 就你大概可以这样想 就是我平均可以扩散多长的距离 好,那假设这个silicon棒 它的core section 就是截面积是100micrometer square 那求它的电流是多少 diffusiveness 好,那在这边主要是电动 那我们就带电动的扩散电流的公式 jp是等于-qdpdpoxdx 那dpox在这里就用这个式子把它带进来 好,所以这样出来 它就是-qdpdxdp0exponential-x除以lpdx 所以这个对 x微分 那x微分p0是常数拿出来 那exponential对x微分 怎样 还是exponential函数 那只是怎样 对指数的部分微分 所以微分出来会等于多少 -副消掉就变成qdp除以lp 微分下来就是lp分之一了 那带入在x等于0的地方 那x等于0exponential这一项等于1 所以在0的地方它就等于多少 qdp除以lp再乘以p0 所以是1.6乘以10的-19 然后乘以12是dp 那lp是多少 一个micrometer 那在这里你的单位要一致 那这边是用cn 所以在这里lp你也要把它转成cn 所以cn就等于1乘以10的-4次方 然后再乘以p0是10的 这个少一个1 10的16次方 乘以10的16次方 所以这样的话出来就等于192 A percn平方 因为它每平方公分可以流过192A 其实电流密度算是相当高的 那我们前面积现在如果是100个micrometer square 所以这时候你的电流就会是192 再乘以micrometer square 你要把它转成cn平方 所以在这里你要升一个10的-8次方 所以这样算出来就192乘以100 再乘以10的-8 所以是192micrometer 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刚才讲的扩散系数跟迁移率 其实它会有一个固定的关系 那这个关系我们称作爱因斯坦关系式 有Dn除以μn 等于DP除以μp 那这个会是等于Vt 那Vt就是Summer voltage 是Kt除以Q 所以它是跟 T乘证比 那在室温下Vt大概是25.9mV 那电子学这本书 在讲半导体这部分 才会用这个25.9 那其他的部分Vt 它大概都是用25mV 那如果是25mV 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怎样 这两个的比值 大概是差40倍 然后Dn是μn的40分之一 那DP也大概是μp的40分之一 两个数值大概差40倍 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的话我们可能就先讲到这边了 因为后面的话就又换到另外一个单元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内容是频率响应的部分 那再来讲到半导体物理的一部分 就讲到参杂的半导体 那参杂半导体你的电子电动浓度怎么算 然后后面又讲到电流的机制 那电流的机制主要就是有两个 一个是扩散 一个是飘移 那扩散电流主要是由浓度梯度所造成 那如果是飘移电流呢 主要就是当你的半导体里面有电场存在的时候 那你宅子受到电场的作用 会有一个飘移速度 所以在这里它就会产生电流 那在这里公式可能你们一时还背不起来了 不过了解一下 那这个其实你还是要把它记起来 好都没问题啊 好没问题你们先看一下书 那么我出一下屏幕给你们做 对 对 对